先天大道簡介 中英對照先天大道簡介 以何謂先天大道? 二道與我有什麼關係 三求道是求什麼? 四求道對我有什麼好處 五具備什麼條件才可以求 六求道對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七道的寶貴有什麼印證 以何謂先天大道 先天大道又簡稱道 我們若仔細地去觀察 心跳開悟之後 就可發覺宇宙間森羅萬象皆是雜而有序 而自然界萬事萬物的轉 也都有一定的法則 各天地人是萬物的真主宰 就是道 道乃在天地生成之前即已存在 不曰先天大道 道者理也 理就是真理 在天地人 在天地人萬物未生以前 道即已存在 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萬類 在天地人萬物毀滅之後 道不會毀滅 道因為無取無來不生不滅 乃代表著宇宙間更不不便的真理 道的本體 也就是宇宙自然的本體 在混沌未判之初 在混沌未判之初 道的名詞 來代表它 在天地萬物生成之後 早就能貫穿於宇宙萬事萬物之中 使一切的自然現象均能呈現 和且有條不問的運轉 這就是道的妙用 道大理為 我們雖然無時無刻離不開道的本體 和妙用 卻又很不容易去認識它 因此在兩三千年前 各教聖人因運出世各化一方 針對當時天時地利及眾生的根器 留下千經萬點 穿下諸多虛惡從善的修實法門 同時也讓雲雲眾生認識了明明中 宇宙萬事萬物均有一個真正的主宰 或稱為上帝 或稱為造化 或稱為天主 我們稱其為道或無聲老 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們對道有了深一層的認識和體悟之後 就會了解 天地間實無一物不是導致本體與妙用的合一 因此 道雖然 涵蓋各大教門的經濟 為先門外教的總源頭 確實不具現於宗教的領域裡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這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 更是天地萬事萬物萬類的根本源頭與最高主宰 其宇宙間永恆不變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們今天有機會了解什麼是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門的最高信仰中心 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頭與最高主宰 更能對宇宙至高無上的真理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道之真意在先天之先不為天在後天之後不為後 極大上有可量極為上有可指 為道極大不可量極為不可指 極大不所以大無不包為無不入無所不貫無所不通無所不徹 貫徹了天地人萬物萬類 貫徹了三十三天萬 貫徹了天經萬點 貫徹了天法萬法 貫徹了天教萬教 貫徹了天佛萬祖 貫徹了我之一身 此乃顯天大道寶貴的真意 人人必須知真覺 一機是人人與我我與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外眾一心萬 我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寶貴也 二 道與我有什麼關係道的寶貴 在於他大而無所不包 細而無所不入 天地生成之後 道貫穿於天地萬物萬類 使得日月清晨之運轉 各有其時 四時之交替萬物之交長 各有其序 而最寶貴的是 各天地萬物的主宰 同時也是我們人一身之主宰 約聖理 使得我們不學而能看能聽能吃能動 因此我們不只要探求天地間的治理 更要回頭認識我們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偏偏大道即是性理真傳 道的寶貴 並不在於他有什麼神秘稀有或特殊之處 而是在於他平時 但我們卻是時刻刻離不開他的本體與妙用 我們反觀一下自身 就會發覺我們身體的結構是非常精密和奧妙的 我們輕輕地握一下手 就算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 其中所牽涉到的所有關節物理作用能量化學反應神經系統 其中資料訊息之傳輸 即腦部分析判斷和命令之下達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識和文明水準 也無法一一表達出來 但是我們做出個動作的能力 卻完全不應個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異 而有任何影響 不論是學士多豐富的學者 或是目不視兵犯夫狗族 不論是成人 或是剛出生不久的嬰兒 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出的動作 人與人與生俱來 不學而知 不學而能 無增無減的良知良能 就是主宰我們一生的道 我們有學習而得到的知識和才能 有忘記的時候 有疏遠的時候 而道的本體和妙用 不用學習 不用思考 大而能主宰宇宙的運作校長 小而能主宰我們一生之視聽言動 我們有而不知其有 用而不知其用 卻有無時無刻不能缺少它 而不增不減 本字舉足一切 我們身上固有的道 因為就在我們身上 又稱作自信老 我們了解了 個主宰天地萬物的道 在我們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應受到我們讚美或否認 而有任何增減 無論種族膚色國籍宗教信仰或平賤富貴 均無分無別 因此 我們能求得天天大道 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頭 也找到了不生不滅的真果 不只認識了宇宙 也認識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之底 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 與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來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帶來的良知良能 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 天心即是道心 此心無情無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以妙 空而不空 空中妙有 妙有者 生天生地生人生 萬物萬類之大分也 妙有者 萬靈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 萬物萬類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再無身 一切萬能 道離無身 此身敗無益能 先天大道如此寶貴 乃人人必須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麼盡心觀察我們所存在的宇宙 我們往往會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無數的事物在同時運轉 而其整體卻又是那麼協調 我們身上的整個真理不也是一樣嗎? 每一分一秒 我們身上皆有無數的生化反應物理作用等同時發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們身上 不用學習 不用思考 其作用 雖成千上萬 合起來卻只有一個自我 一切有條不問自然而成 道在無身 運用自如 在眼能視 在耳能聽 在口能言 在鼻能聞相醜 在身能運用情動作視 此其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們了解了道不只主宰這天地萬物 更主宰我們一身 宇宙根本源頭最高主宰於我我一身主宰 並非二也 道的本體無情無相 我們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 卻無時無刻 不再發揮其妙用 更進而隨著天時及環境 而發展出語言文字經典 其造福人類的文明 刺激是我們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到在於我們自身的本體和尿用 只模糊意識到它的存在 便以靈魂代表它 我們稱其為自信老 因其沒有生滅 也不會快快 我們也稱其為真我 此真我 乃是最富足 最圓滿 最光明 最完美 永恆不秀的 現在我們來生一看 看得見摸的這有形有像的肉體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個人生命中不同階段的照片拿來比較 我們就可發覺 面貌是無時無刻不再變化的 我們一般均習慣也像貌肉人 但像貌卻不是永恆的 我們的肢體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隻手或一隻腳 仍是好好的活著 我們的內臟呢 現在科學昌明 其自己能把動物的心臟成功地質入人體 我們不能因此說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頭的腦細胞 從我們一出生就開始 不斷地在壞死減少和變化之 因此 有形有像的肉體 只是真我的一個工具而已 肉體雖然看似真實 卻無時無刻不再改變之中 不需數十年 又變成一堆黃土 因它不是永恆的 我們稱之為家我 對於真我和家我 有所了解之後 我們也就可以了解 我們為什麼要求到了 如今我們非常幸運能有機會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寶 三寶簡單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內容在求到時會詳細解說 現在只簡單的提出兩點 首先 求到就是直接點出了真正永恆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發 在物質文明遠教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們的人生將有如行屍走肉 若是真假為真 更使我們為了盲目滿足假我 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時與死後的災禍 因此求到啟發了我們內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 寫條融合 使我們的人生不論存沒 都是平安喜樂自在充實而有意義 其次 求到也就是開啟了我們身上的正門 又稱良心之門 智慧之門 慈悲之門 這個門非常的重要 當我們要離開一間房子時 自然由大門離去 如果次門無法開啟 而被迫從窗戶或陽台跳出時 就可能會摔斷腿 我們的肉體就像一間房子 真我靈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當有一天肉體要毀壞時 真我靈性若不得正門而出 被迫令尋旁門 其恐懼與焦慮是無法形容的 這也導致了死後的痛苦與不安 因此 我們可以發現到 絕大多數的人臨中時 其肉體皆現現山將命恐懼無助 與掙扎之相 求到就是開啟我們 各生來死去之正門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 我們今天很幸運能求到 求得三寶 打開靈性通天之正門 可以讓我們找回真我 真是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為待人物之準則 使人生更有意義 更進而解決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後 回到我們的來不家鄉 所以先天大道就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寶貴 即是千經萬點不如一點 此點打開旋 此點寶貴 超佛樂祖 超經樂 點超越天地 得到這一點寶貴 它是諸經之師 諸法之王 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死的 自貴的永生 不悔不滅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即是人人原來不有的 必須返回天之道也 此求道對我有什麼好處 我們今天很高興 能有幾個幾元求道 能夠開啟良心之門 智慧之門 通天之正門 這是第一步 這寶貴的道 才能帶給我們終生 受用不盡的福之意 離苦的樂人生 災事 遭受種種之苦惱 救其根源 皆起英語 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 讓我們認識人人身上 不有的道 召回我們本有 是真智 潛智美 劇族原們 永恆不求的真我 在日常言情之中 發揮真我 使我們一舉一動 能和於禮 至於至善 自然不會受周遭的人 是無所左右 我們的心也就不會 患得患失 心為一身之主 我們既然在心境上 有所提升 自然不會與邪惡之事相感應 則不相隨心轉 還可以改變命運 屈己彼胸 朝向光明 使我們得到真正的喜悅 逍遙自在 二多比難自有人類文明以來 道的真意便代代單傳獨受 其沒落貫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國印度等 奈何 近百年來 人類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榮的物質文明中逐漸 靡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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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靡 靡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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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心之變 散造了天災人火連連 人類已為自己醞釀了一個空前的靠結 因此 上帝洪恩慈悲 特將大道普傳於史 以萬救良善 求道以後 我們時刻存這道心 以良心待人處事 當遇又人力不可萬救的災禍時 只要成心使用三寶 必能災地結 逢凶化吉 此事驗證甚多 不生美舉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樂香餐的旅程 遭受生存競爭衰老 並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難免 而人間眾眾歡樂又往往是短暫一變的 尤其當旅程結束時 終究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欺俗暢 是以智慧者 又見於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實永恒的人生意義 為人生至高之目標 古代先修後的 因此故人為求操生了死 盡必生之力 苦修苦行 仍難以仿的明師達成心願 如今大道库傳 先造後修 在求道過程中 天命明師一指 開啟了我們通天正門 先賦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們得到以後 認識了真我 以真我為主宰 遠離邪心方面 讓我們的心念言語行為 無論待人處事皆何於良知 百年之後 天我靈性自然返回不家鄉 永享平安喜樂 四成盛成